嘿大家好,欢迎又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是4月18号 过去了一个星期了 我现在来给大家update一下我们这边的情况 现在呢我是在我们的trail这边 大家跟我一起走一下 看一下我们这边的trail是什么样子 COVID-19 alert 这个trail呢remain open 但是呢没有人来管理 所以呢你如果用的话就是自负自己负责吧 首先来记录一下疫情 到我录音的这段时候呢 在江大已经有31000多例的确诊病例了 安省占8000多例 今天天气不错 现在是零上一度 最高大概能有十度 那小树林里呢还是非常安静 因为早上8点多钟也没有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出来还是比较好的 你看现在天气也不错呀 蓝天没有一丝云也没有风 非常适合出来走一走 现在你可以看到地上的植物刚刚发出来 因为是春天嘛 如果再过一两个月的话就会有七七高 那么这个树林里就没法走路了 你只能就在trail上面走了 往下面走一点呢是我们这边的一条小核 那这一段呢我用的是这个osmo pocket那个小设备拍的 它这个设备呢非常好的就是你在走的时候它比较稳 可是呢从色彩上看呢它就比较暗淡 我觉得没有iPhone那么真实 不过这个地方呢就给大家做一下比较 如果说你只是为了好看的话 我觉得真的不要用这个设备 这个设备只适合就是求纹 当然如果你后期制作的时候 可能加一点调一调色彩什么的 当然可能好很多 但是我又比较懒得那么做 下面这一段呢又回到了用iPhone拍摄 那你可以看到河水的颜色就不同了吧 我觉得呢就是你把这两个设备比较一下 还是iPhone的颜色比较接近真实的状况的 接下来我想讲一下就是大家都关心的复工的情况 因为现在美国那边呢已经在讨论说 有一些州由于病例比较少可以马上就复工了 那纽约州啊像这种加州啊什么时候复工 那我们这边呢加拿大这边呢说实话 现在可能还是在高峰期吧 但是人们也都是希望有一天能够赶紧复工 我个人的觉得呢就是我们现在的禁足令 已经延长到了5月11号 那5月11号之后呢是长周末 那一个就是那个Victoria Day 我感觉如果事情不发生特别的变化 就是特别坏的变化的话 那应该是在5月18号那一个星期开始逐渐的复工 人们的生活呢应该慢慢的会恢复正常 这是我的设想了 OK 我沿着这个再走出去 在树林子里走来走去的结果呢就是衣服上沾了很多这种小毛刺 还要一个一个的把它拔掉 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我家附近走路5分钟呢还有这么一个小巧玲珑的教堂 这个教堂呢我一直想来拍一下 今天过来呢才发现因为疫情影响它暂时关闭了 在正常情况下呢周末这边都可以坐礼拜 而且你也可以走进去参观 我以前进去过但是当时没有拍现在来看的时候就赶上疫情期间 OK 那这个教堂呢建议1832年保存的还是非常好的 教堂周围呢是他自己自带的一片墓地 那这边很多教堂都是自带墓地的 我就不要去拍这些了哈 那大家只是看一下外观好了 今天很可惜的是不能进去 下次有机会呢我会给大家拍里面 这个教堂给我的感觉可以用来拍电影 比如说像那种Jane Austen的那些movie里面呢 都可以有这么一个小小的乡村教堂 这一家我挺喜欢的 他们正在盖这个房子 我觉得正面还挺好看 我这里那个阿姨 好像很搞笑了 然后我们的路线 说到保存人的是 我们新娘们的 Clyde 逼言 那的沙发 游山 并长 谢谢观看